處理臨時提案,每位委員發言時間一分鐘,我們先請李委員、彥秀。 本院李委員、彥秀等13人鑑於我國近年來剝離破裂商人事故頻傳, 且查外國對於不同處所陰莊設施玻璃種類應有規範, 故我國應建築玻璃設立使用安全標準以維護社會大眾之安全, 見請內政部營建署沿您相關安全標準之規範是否有當,敬請公爵。 以上。 本院委員、李彥秀等13人提案,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請務院會有異議,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張立善委員,張立善委員不在,本案章不予處理。 接著請江啟成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本院委員江啟成等21人有鑑於每到農作物生產季節, 農民不只要防範天災,更要防範山豬、蜜猴頻繁的侵擾, 然而傳統的放鞭炮、養狗、製造噪音等等減災的措施只能短期嚇阻, 農民不堪其擾,為求保護農作物與動物保育之間的平衡, 已有農民嘗試電網、漁網、防護網等防護措施, 然而架設成本過高,使其他想效法的農民卻步。 農委會雖然今年6月起,推行補助電網示範計畫, 但是預算過少,漁網與防護網也未納入補助的項目。 原此,建請行政院除了增加現行防治彌猴與山豬侵擾至電網補助之外, 沿你將漁網、防造網等其他有效防護措施也納入補助的項目。 以利農民依不同作物的需求與耕作的習慣, 來選擇防護措施,保障農民生計是否有當進行。 本院委員江啟成等21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含請行政院除,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我們通過。 接著請孔文吉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孔文吉、簡東民等19人, 有建議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禁罰補償, 其土地條件限定第二條, 原住民保留地依非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七條規定適用, 林業用地管制的土地, 此規定嚴重影響化歸都市計畫內的原住民保留地的潜移。 受影響的區域有新北市的烏來區, 桃園市的復興區石森水庫周邊, 以及屏東縣牡丹水庫周邊等地, 建請原住民族委員會針對上述區域提出專業檢討報告以補償方式, 是否有當,敬請恭敬。 本院委員孔文吉等十九人提案, 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蔣乃欣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二十一人, 有鑑於健保署信義第二門診中心設立數十年, 每年診治眾多台北市市民早已成為地區醫療的守護者, 但因健保局改為健保署後, 面臨存費的問題, 為該門診中心成立多年, 台北市市民長期在該門診中心就診於福建, 一旦猜測, 對這些體弱與行動不便的長者, 根本承受不住周車勞動的跨區就醫, 為保障台北市長者就醫的權益, 本席等強烈要求行政院務必保留台北信義第二門診中心, 並研疑由部立或國立醫院接管, 繼續服務台北市民, 是否有當, 敬請公爵。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二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我們通過,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簡東明委員。 主席, 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簡東明等十三人, 建立一百零四年度, 原民會所核定之公益彩券, 回饋金計畫, 其補助單位, 任委員民會局處, 比例高達百分之九十三點五六, 遠高於前三年度, 違反原住民族委員會, 審查申請, 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計畫處理要點, 申請補助單位規定, 且不符公益彩券回饋金, 設立宗旨, 以政府資源投入民間社區, 辦理弱勢族權之服務, 就業及推展社會福利, 因此原提案, 要求人民會一意改善, 事務有當, 敬請共決。 本院委員簡東銘等十三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原署,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盧秀燕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 本席等十一位委員臨時提案, 有境於我國許多公共場所, 仍尚未設哺乳室, 造成許多媽媽們的困擾, 根據衛生福利部, 於105年3月底所做的統計, 全國大概只有3000多處的哺乳室, 而且這些哺乳設施, 不是設在廁所裡面, 要不然就設在廁所旁邊。 因此, 建請行政院落實母嬰親善, 增設哺乳空間, 保障婦女朋友們, 在公共場所哺乳母乳的權利, 是否有當盡情公決。 本院委員, 盧秀燕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原署,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 謝謝。 換位委員, 賴世保等十四人臨時提案, 因為體育署最近公布, 103年國內自行車規律的運動人口, 成長到245萬, 加上近年來, 全台自行車, 入網持續建設完成, 等帶動國內騎乘自行車人口持續攀升 但是到迄今沒有任何的縣市交通單位 民營的單位對於強制投保自行車相關責任險 以至於造成民眾事故的時候消費糾紛 頻傳並且求償無門 顯現政策並不是太完善 因此要求行政院及相關的單位 應該研擬針對自行車使用者責任強制險的執行計畫擬定 那麼在三個月內收集相關的資料 並提供費率擬定的精算一致 此外並應該擬定相關的定型化契約 因記載不得記載事項使得業者來遵循一遍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14人提案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我們通過 接著請羅明財委員 主席副院長各位委員大家好 本院委員羅明財等11人 今年2月底新店高中運動場地下停車場正式啟用 為了希望能參照新店高中地下停車場 此一成功的案例 能繼續在新店地區的北新國小 大峰國小 青潭國小 安坑國小 新河國小 文山國中等地方爭取 一方面為學校更新校舍或運動場館 一方面由於新店安坑深坑許多老舊社區居民停車空間不足 故透過與公共建設和建提供社區地下停車場的方式 達到更新校園老舊社區的需要 同時可以紓解地方社區民眾停車的需求 這個推動獲得了整個地方民眾的大力讚賞 的確解決了很多老舊社區的這些問題 希望大家共同來推動 是否有當 請公決 謝謝 委員委員羅明財等十億人提案 座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張立善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本院委員張立善 徐振衛等十億人臨時提案 有盡於陸客來台已持續大幅衰減 加上中國大陸方面已證實兩岸溝通聯繫機制已經停擺 可見短期內陸客來台規模不會有積極性的改善空間 種種情勢使得相關產業如同過小冬天 尤其是國內遊覽車業者大多靠接待陸客生存 如果對岸才緊縮政策 接待陸客遊覽車將被迫轉向國旅市場 以現有的情況評估 遊覽車市場恐怕崩盤 因為遊覽車市場陷入供過於求 惡性競爭 撒價激烈的情況 國內從2008年至今遊覽車的數量已經增加了五六千台 絕大部分的遊覽車都是貸款購置 突然緊縮政策 可見相關產業以及遊覽車業的營運肯定會發生困難 未免國內消費已經停滯不前的內部經濟因素 又突然面臨外部種種無可 本院委員張立善等十億人提案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通過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 繼續進行施政報告諮詢 現在休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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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